因此偶然的咳嗽变成生命的危机 生的都要和弥补去了 没有血缘关系的婆媳却得了相同的疾病 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我妈有个心肠患病 无度饮食是口福还是口祸 高脂饮食引起了病人的高血测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健康之路医生天天来帮助 现在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奇怪的现象 就是一旦一个人被检查出得了某种疾病之后 陆陆续续家族的其他的成员也发现得上了这样的一种病 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为什么呢 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做家族性疾病 因为有一些疾病它和遗传有关系 还有一些可能和生活习惯居住环境有关 比如说这家人喜欢烧蜂窝煤 结果一家人肺都不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个家庭 看看在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 张女士像往常一样在睡午觉 但一阵剧烈的咳嗽把她咳醒 她觉得胸闷有些喘不上气来 随后她的丈夫发现她坐在床上疯狂的摇头 开始丈夫以为妻子是感冒 才会咳嗽 头痛 休息一下应该会好 但一个小时后 丈夫发现妻子已经喘不上气了 情况很不正常 张女士的反应吓坏了丈夫 随后丈夫紧急拨打了120急救 当时认为这个呼吸道的毛病或者肺炎 照片的也发现肺部有大片的阴影 呼吸和医生针对张女士的急性胃腹肿进行救治 但随后医生发现张女士的病因好像不在肺上 这时张女士的神志已经出现了昏迷 人已经连昏迷 什么都不知道昏迷过去了 医生根据经验断定 张女士肺腹肿的背后 必定有个凶猛的病因在作怪 随后心脏科专家开始为张女士会诊 通过检查 心脏外科的医生发现 张女士的心脏已经严重衰竭 张女士出现心脏病 这一结果让病人的家属很难接受 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 没有发现她有心脏发明的事情 她这个就觉得平时很好 就是说就是有点咳嗽胸闷来的 张女士出现严重心脏衰竭已成定论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心衰却不明确 此时张女士已经进入昏迷状态 如果查不出病因 她的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 时间已经不多了 医生决定立刻为她做心脏造影检查 她做了以后就发现是个观众部门的三肢病变 就是所有观众部门都有病变了 而且是很严重的 看到检查结果 丈夫才确信妻子有心脏病 但她还是想不通 妻子一贯身体健壮精力旺盛 怎么突然就要面临关心病抢救呢 现在张女士处在一种非常危急的状态 之前无非是一些小毛病 到最后怎么会昏迷不醒了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对张女士一家人都了解的 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的陈振强主任 欢迎您陈主任 当时陈医生您发现 这个张女士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当时通过观众部门造影 就是明确了她是心脏关心病 而且是多的我们叫多治病病 心脏的三肢主要血管全部毒了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堵塞 然后心脏就不能正常的供血了 就像一个汽车发动机一样的 它的束油管被堵了 没有油供应进去 这个发动机就不能转了 咱们结合着您面前的模型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哪里出了问题就可能是观心病 心脏表面的血管 这个表面的都是冠状血管 红色的血管 就是冠状动脉 因为它的排列就像一个皇冠一样 就像一个皇冠的血 这个就是我们讲 这个红的观众动脉里面发生了堵塞 那么堵塞以后 心脏就供应的血很少了 甚至于没有血供了 那么心脏 这时候心脏就会发生问题 心脚痛 心肌梗塞 甚至于引起病人突然的死亡 像这个女士一样的 出现了心衰 心脏收缩不行了 对 因为我们的心脏 你想它是跟我们其他 比如这些肌肉要运动 它就必须需要这个输送氧气 然后但是如果说这个 给它输送这些营养的这个血管 发生了问题 那就会影响全身了 就是一旦这血管堵 不仅仅是心脏上的血管堵 是吧 很有可能周围全身的 其他血管也会堵吗 对 全身血管都会堵 那如果真的是得了冠心病之后 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啊 身体就会发出警示信号 告诉给我们 大家最常听说的是个心脚痛 心脚痛 我们就是实际上心脚痛统称 就是我们一天统称 就是心前去的一个不时 就是心脏前面有点胸闷啊 疼痛啊 这个病人有的时候 我心前去 经常运动的时候 或者走路啊 或者活动的时候 上来的时候 突然有个疼痛 疼痛或者胸闷 这个疼痛 它可以持续十几秒钟 一两分钟 甚至也可能两三分钟 几分钟时间 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短暂性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 对 因为它给它输送的这个 就像这个 本来我们需要这个输送养分的这个路堵了 没有养分过去了 所以它就心脏就给你提示 这是一个信号 现在开始痛一下啊 这个就是缺血了 就是冠心病在早期的时候 都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蛛丝马迹提示给大家 它最轻的话 甚至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只有在体检 对 有的时候是没有 我们刚才讲的 就像这位女生 完全正常 她没有体检 我们讲最常见的症状可能就是心脚痛 这是老百姓一听心脚痛就关心病 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心脚痛是关心病的一个表现 它里面关心病它包括了处死 另外还有心理失常 我们经常 大家有个心跳 慌啊 心慌啊 什么东西 到去检查 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 到最后发现是关心病引起的 这个现在好像年轻人也有心理失常的毛病 发病是吧 对 现在关心病发病率有年龄下降的 原来是 她是一般是中老年人 然后但是现在看起来年轻人也有 是的 现在我们最年轻的已经三十几岁 就在我们这儿进行观众那么大桥手术了 但是您看之前张女士还会有什么咳嗽啊 气喘啊 那就是关心病导致了心脏衰竭 引起了我们叫肺里面的淤血 心脏它跳不动的 这个肺里面血啊 它打不出去了 就淤在肺里面 肺里面就是缺氧 这个 就是肺部的血液循环 被阻碍了 因为她这个心脏正常的这个收缩 疏章功能受到损害了 那么这个肺里面的血液就会堆积在那 一堆积的话 它就会影响肺部的功能 就开始咳嗽啊 所以她也有一些啊 我们发现她发病的时候 就有一点像这个感冒的症状 对 稍微心脏轻一点就感冒咳嗽 就是比如说她可能轻度的就容易累啊 或者是觉得这个 经常活动一下就容易出汗啊 有点咳嗽啊 这些 比如说您感觉到疼的时候 您就意味着一些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疼了 已经疼了 已经表示凝确的心肌缺血 现在我们搞清楚 关心病呢 就是心脏上主要的几根这个 冠状的动脉堵上了 那现在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今天我们要借助一个道具 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演示 我们就把观众动脉表现为心脏上面一个通路一样的 那么就是我们看正常的通路 现在我们看到这条道路是畅通的 这个火车走得很好的 那么观众动脉堵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这里发生了瞎仔 这个火车就走不过去 要翻车了 这个营养就没有办法适动过去 这时候正常的通路就被堵住了 要重新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来让它这个行径在那顺畅一些 我们想重新给它开一条路了 重新架桥开路 对 这的确把疏通这个障碍要大多了 那么这样我们重新建立这条路 就可以避开这个堵塞的路段了 重新又可以同样的可以达到那个地方 就像我们这个主路堵了 然后修个高架桥起来 这样就能成功的避免 再走以前的那个坏掉的老路了 避开了就堵住的路了 这个小火车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血流 对 血流里面输送了这些养生 营养的血液 对 张女士来到医院的时候呢 虽然情况非常紧急 但是幸好呢来得比较及时 医生呢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但是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张女士的家庭当中又发生了什么呢 经过心脏撒桥手术 张女士的生命终于被挽救了 但医生很疑惑 张女士五十多岁 这个年龄段 女性患关心病的并不多见 张女士为什么会患上 如此严重的关心病呢 正在此时 医生在病人家属中 认出了一个人 她的先生在照顾她 反正我们一看她先生都很熟 跟我们也很熟 我就想不起来了 到时候可以说 她先生说 她妈妈两年前在我 也是在我这儿 做的观察中文大桥手术 这个一下子想起来了 原来两年前 张女士的婆婆 也是由于关心病 陈主任为她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婆媳两人 先后做心脏搭桥手术 这在陈主任 从医几十年的过程中 很少遇见 难道这是巧合吗 所以他们家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这关心病 它是没有遗传的 但是它包括婆媳 同时生关心病 他们也没有学院关心 那么我妈有这个 心脏发明的毛病 我想学院她也有 我想这个是 怎么会产生你呢 随后在与病人的沟通中 陈主任发现了一件 让她吃惊的事情 她有一个儿子 也死于关心病 我弟弟四六岁 他去世嘛 他就是心脏病人 原来刘先生的弟弟 几年前就死于关心病 如今母亲和妻子 也相继患上了关心病 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那么关心病 为什么会如此纠缠这个家族呢 就是说家里面 没有这种病史 怎么会突然 好几个人对于这种心脏病 于是陈主任开始仔细了解 这个家庭的生活细节 通过交流 她有了新的发现 那个女的 她自己说 我喝鸡汤 叫喝上面的油 才舒服了 吃饭 一顿不吃肥肉 都不舒服 什么五花肉 老肥肉 我就想吃这些肉 私人都从来不满 了解中 陈主任发现 这家患关心病的三个人 老太太 病逝的儿子 还有儿媳妇张女士 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 爱吃高油食物 像肥肉 奶油蛋糕 都是他们餐桌上的常客 喝鸡汤 喝上面的油 它没了油 它就不像 它就不想喝 一家子前后几年中 就有三位成员 患上了关心病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真的和他们 平时的饮食爱好有关吗 那你看 你又治了婆婆 又看了她 对他们家里应该比较了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一家人 三口人 都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们就发现 它一个很不好的饮食习惯 高脂饮食 确实就跟饮食是有关系的 对 就是高脂肪 脂肪含量特别高的 特别是动物的这些脂肪 为什么吃这高油的食物 就会堵上这个血管 高脂饮食 引起了病人的高血脂 高血脂中 有一部分血脂 它就会慢慢的 沉积在血管壁上来 再一点一点的沉积 一点一点的沉积 它时间久了 它可能就会沉积很多 这个堵塞越来越厉害 也的时候 它可以多处的沉积 就是多处都在沉积 一根血管上 沉积了很多处的一个下载 早期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个血流 稍微有一点 收线 等到它这个严重了之后 整个这个血液的循环 就受到 就被阻断了 这里有一张示意图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正常的这个 冠状血管 里面应该 是 口径是比较大的 这样能够通过的血流 比较大 那么像它这样 吃了高脂饮食以后 脂肪 就 逐步逐步 堆积在血管壁上面 那么逐渐 就是开始堵了 切面积开始越来越小了 这时候就堵了95%以上了这个血管 内战土是完全堵塞了 像一般来讲 血管堵塞到50%以上 就开始出现缺血的症状 像这种90%以上的 那么就非常危险了 稍微一点分水少动 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对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血液当中 也会输送脂肪的成分 如果他特别喜欢这种高脂肪的食物 那么他的脂肪的小颗粒 就会在血管里面很多 然后 而且它有一些颗粒 是特别容易沉积下来的 就是这些东西 容易形成这种堵塞的情况 这个油吃到肚子里面 是经过肠道 直接吸收的 我们有一个病人 明天手术了 家里面今天说是给他营养营养 今天带出去吃饭 吃饭 吃完饭回来 进行性的 我们当时抢救他 给他抽血 一抽血 一广的血 半广的上面是油 会有那么明显 对 我们一生见了都怕 这么多油 这种就很容易沉积下来 很容易堵塞 同时还会破坏血管的内壁 然后也会产生一些损害 然后这种一破坏之后 我们要修复他 一修复 又堵一团起来 所以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你看张女士 感觉他的体重也非常的大 人比较丰满 像这种肥胖 是不是跟关心病 也有必然的一些联系 就是说长得胖的人 有可能就会得上关心病 关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 有很多 包括了高血脂 肥胖 这些都是 因为现在 通过医学院调查下来 这些特别是像高血脂肥胖 它这个肥胖的人 跟正常体重的人 关心病的发病 是越来越不一样的 大概要两到五倍左右 哇 那要是如果减减肥 或者是改吃素一点的东西 会不会那血管里的 这个堵塞的垃圾 会少一点 会减轻一些关心病的风险 那是肯定的 我们就举个 我们身边经常看到的现象 就有的人 很多人说 现在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 干什么 它又脂肪肝了 脂肪肝就是 也高脂饮食引起的 那么过一段时间 它可能会好了 它怎么 它在节食 干什么 包括一些素食 一些节食 它饮食调整了 脂肪肝消失了 它关心病的症状 也消失了 所以这一点是还是明显的 但是关心病的治疗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一方面饮食要控制 改善一些饮食结构 改善一些不合理的饮食结构 对啊 还有一些生活习惯 吸烟啊 熬夜啊 这都是会一个 还有一些适量的运动 对 适量的运动 对 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吸烟和不吸烟的人相比 它的这个几率 也是可以增加两到三倍 对 那他们 我看到很多吸烟人 都特别瘦啊 也有的人不愿意吃这种 大鱼大肉的 那怎么还会得关心病呢 吸烟 烟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 那一氧化碳 它对血管的这个破坏是 血管内皮的破坏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这个一氧化碳 就包括一些尼固丁啊 吸入血液以后 它对一个血脂 它很有影响 就吸了大量的一氧化碳和尼固丁之后 这个好的这个质蛋白 越来越低 好的质蛋白 就可以清除血管的这个垃圾 这个坏的这个质蛋白 我们叫低密度质蛋白 它会沉积在血管里面 它越来越高 它所以就沉积 所以吸烟目前来讲 是个危害性很大的一个因素 而且同时还有它吸烟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造成这个血管收缩 它可能血压有的时候也会增加 造成这个血管的禁卵 也会同时增加它的破坏 对那咱们刚才说到一个吃的问题 还有一个吸的问题 都是导致关心病的一个诱因 那么咱们再给大家提示一下 生活当中还有哪些 我们可能是忽视的意想不到的原因 也跟这个有危险的疾病是相关的 不良生活习惯 很多都会跟关心病有关系 一个就是说是像一个情绪的紧张 长时间情绪紧张 我们现在有心电图 有病人显示 病人情绪紧张的时候 他这个心肌共血 是下降的 那么如果你长时间的 这个一个都是很紧张的 熬夜啊 这不良习惯 慢慢就关心病 就是血管禁卵时间长了 就变成有永久性 这一点是有一些临床 一些数据来支持这些这个现象 那就是再一次要提示大家 到底什么样的因素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群 就容易得上这样的问题 对我们就讲三个人群 高血压的高血脂高血糖 另外就肥胖 血不运动 这些都是发生这些病变的高危的因素 现在张女士一家人呢 是已经意识到饮食习惯 对于他们得关心病的这个重要的关系了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改善这种状态呢 他们的生活现在有没有改变呢 由于喜爱吃高油的食物 刘家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儿子去世 老太太和儿媳妇相继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因为这个饮食付出代价比较大 然后呢 这次摄受过以后呢 回去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 太困的东西不要吃 油 炒在的油也少放一点 在张女士出院时 医生特意给了她一个酱汁菜谱 上面标明哪些食物有酱血汁功效 多吃点芹菜啊 蔬菜啊 胡萝卜啊 西红柿 黄瓜啊 你多吃点 没事她这样 医生嘱咐刘家人 只要常吃这些蔬菜 少吃肥肉 再加上适度的锻炼 这个缠绕在 刘家的关心病阴霾 就会逐渐远离他们 经过了这一轮风波 刘家人已经深刻感受到了 无节制的饮食 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 现在刘家人已经开始了 用他们新的生活方式 迎接新生活 看来呢 这一家人经过这样的一次折腾之后啊 的确是已经意识到了 吃的和关心病之间的关系了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呢 也能够看到这个警示之后啊 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那么关于关心病的问题 您还有哪些想了解的呢 那么你想知道 我来问 接下来呢 进入到专家的快速问答 哪些症状 预示着您的心脏可能出问题了呢 胸闷心欢气短这些症状 提示可能有心脏病的存在 男性和女性 谁更容易患关心病呢 男性更容易患关心病 男性发生关心病的几率 高于女性的四到五倍 心脏病的人到底该不该运动呢 应该要运动 我们强调十度的运动 进行一些舒缓的运动 以不出现胸闷气短的这些运动为主 特别强调一下不要为了试着 看一看心脏好不好去进行一些运动 进行测试自己的心脏功能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 经常胸闷心慌 但是到医院呢 却检查不出来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要看这部病人是不是关心病的高危人群 如果有一些高危因素的存在 没有做冠状动物造影检查 我们建议他做一做冠状动物造影检查 心脏搭桥后血管还会不会再堵呢 会的 所以搭桥以后我们会建议病人长期吃药 来维持血管的通畅性 得了关心病后还能吃肥肉吗 尽量少吃肥肉 最好不吃 有人说吃巧克力对心脏好对吗 有的说巧克力有一些好处 但是巧克力是个混合性的东西 目前里面有糖也有脂肪 所以我们建议尽量少吃 急性子与血血管疾病有关系吗 有关系 目前发现冠状病的人群当中 90%以上都是急性子 好的 谢谢念陈祝人 好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要点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也期待您收看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 10岁男孩突现怪异举动 这个病从小时候就开始打眼睛 吐口水还骂人 成年之后行为更加奇怪 30年的抽动 30年苦海中的挣扎 因为这个病得了30多年了 所以我太痛苦了 谁能将黑暗中的他引向光明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